你去幫學來 可以來一道澳藥 幫學 先跟妳 有嚴重來我們發手報案說 他在打籃球的時候 這小顆車停在旁邊 等到他要到車上拿鮮的時候 發現放在車上的手機 招人竊取 結果我們調閱附近的監視器 發現竊顯是一名身高不高的男子 森林 前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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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I 技術 竊嫌身高不高 騎乘男的車 在我們警方執行群務的時候 在路口發現一個男子 騎乘機車 然後特徵跟竊譴,特徵相似,然後我們予以攔查 然後攔查之後,我們詢問該男子有沒有在我們轄區內竊取車內財物 然後他就隨即向警方坦承有到我們轄區竊取 嫌犯公車他是沒有煙,然後想說旁邊有情台叫車 然後想打開車門看裡面有沒有煙 然後發現裡面有一隻手機就丁四七把該手機竊取 那手機好像聽說他也不會適合 可能是手機有上鎖,然後他脫取之後沒辦法解鎖 所以就把該手機給丟起 我在呼籲民眾就是離開車子的時候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 或者是把車門務必上鎖,避免有新人事竊取